今天這段影片是一個號外的影片 最近有新聞說日本的資源體肺炎比較多 這件事都是事實來的 看回數字在2016年到現在 是另一個高峰點 這件事都影響日本差不多每一個地方 整個日本除了兩個縣 其實全部縣都受影響 最多的個案大家要留意的就是在福井縣 接著就是東京 接著就是其佛白川鄉高山飛沢那些地方 緊隨其後的就是慈城縣大阪和港島 有些人就會覺得很麻煩又爆發 其實這件事就沒有什麼地方不是這樣的 即是說這些資源體 即是一種細菌感染引起的肺炎 這種細菌感染後 然後那個免疫就不是一般都不會說一輩人的 所以過了幾年就會沒什麼了 所以這些社區爆發多數國家都是這樣的了 隔了幾年就有一次的社區爆發 很多人感染了之後 那個免疫記憶就在了 就保護他們幾年 接著又再爆發 所以在日本來說 一般每四五年就有一波 上一波大概2016年左右 又計算一些疫情封城 這樣來計算 那個時間稍為長了 現在都差不多時候 又再有一點社區爆發 這樣又在香港一樣是這樣的 可能香港大概 比如說三會三至七年 又爆發一次 一樣的 即是你什麼民族都好 人類就是人類 除非你是火星人 那可能有例外 那拆開講一件事 其實這些資源體肺炎 即是這隻細菌 其實某個程度來講 你可以當它是非典型肺炎 非典型肺炎 我跟著會講的 這隻細菌 主要又不是影響所有人 主要影響那些青少年 應該說 即十幾歲那些 最常見都是14歲以下 今次日本也是 都是那些十幾歲的人 就感染最多 那這種肺炎 或者這種細菌感染 出了名 就比較溫和一些 所以通常就是那些 即是一般感染來講 例如有些咳 有些發燒 有些累 那些比較多些 那有時你不看醫生 有時自己都好 可能咳幾個星期就好 那間不中有些大些的人 比如說二三十歲 感染都不出奇的 那間不中 如果你抵抗力影真差 或者不幸 那有些嚴重的病發症 例如有些人 腦部發炎 那有些很多人害怕的 那些紅血球就爆了 然後就急性頻率 那樣都有 那這些在於少數 一般就不是太擔心這件事 那有種說法 就是這些 這些資源體引起的肺炎 叫Walking pneumonia 就是說走得走得的肺炎 就是說你感染了肺炎 都玩得吃得 什麼都好像沒有東西 那樣 咳了很久 然後照過肺才知道 整個肺化了 那樣的 那就是說病徵比較輕微一些 那它怎麼傳染的呢 那其實跟一般那些肺炎 或者呼吸系統感染一樣 那就是說 都是經那些飛沫傳染 那就是你咳啊 打一次啊 那那些 那所以你預防方法呢 你去日本你又擔心這件事 那又不用太害怕 那因為這個病 其實都不是很嚴重的病 那一般都是啦 又是洗手洗手洗手 那戴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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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其實都已經足夠了 那如果你去完日本回來的話 那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個病的潛伏期比較長一些的 有時候呢 就就是一兩個禮拜到三 三幾個禮拜都會有的 就是說你去完之後 開心完玩完回來呢 那隔的 就是如果一兩個禮拜又跟著 開始咳啊 發燒的話呢 那就可以去醫生那裏 檢查一下 或者照一下肺 那炎一下血 那可能就會穩陣一些 那如果要醫治的話呢 那就用抗生素 比如很簡單一些 去紅梅素 就已經可以對付到這些細菌的了 那說回呢 就為什麼說這個 資源體細菌感染的肺炎呢 就等於非典型肺炎呢 那要說回歷史了 就是說 上個世紀初 即是1920 30年代的時候 我們對於微生物啊 病毒啊細菌那些 了解不太多的 那我們了解的肺炎呢 就是最普通的那些肺炎 就是細菌性的肺炎 或者就是肺爐 這些肺爐都是細菌 這樣 不過它比較慢性的感染 那都是肺炎來的 那就是除了這些呢 當然呢 我們今天知道 有很多其他的菌 可以引起肺炎的 包括現在這些資源體啦 亦都包括過濾性病毒 例如可以引起肺炎 COVID就可以引起肺炎 但是當時不知道的嘛 所以就說 就是當時那些典型的肺炎病症 他們了解啦 可能一感染呢 就發燒啊 咳血啊 就很累啊 氣喘啊 那些那些 那有些肺炎呢 就是剛才我說的 那些病毒性肺炎 或者一些資源體肺炎 那或者有些呢 就是那些叫做 退五菌人症 退五菌人症呢 都是一種細菌感染 引起的肺炎來的 那些病症呢 就比較慢一些 溫和一些 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那樣的 那他們就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又是肺炎 那所以呢 他們叫做 Atypical pneumonia 就是不是典型的肺炎 簡稱就是非典型肺炎 在中國就叫做非典 那所以你說這個資源體肺炎 是不是非典呢 那你可以說它對 你可以說它錯的 對呢 就在於它都歸入於非典那類的 因為它不是典型肺炎那些 細菌性肺炎那些 一下就發高燒 氣喘 咳血那種 那但是呢 就這個非典的類別裡面 就不只是microplasma 只是這個資源體的 那也都包括 剛才我講的 就是臀部肺炎症啦 包括一些病毒性的肺炎啦 那裡面當然也包括COVID啦 是不是 那也都可以包括呢 就是當年2003年那些沙士 引起的肺炎 那次是比較嚴重一些啦 那個致命率都相當之高 不過那個緣起呢 就是當年 他們在廣州啊 或者是中國各地發現這隻 這樣的肺炎呢 它不知道是什麼引起的嘛 那但是又不是它 就是典型那些細菌性肺炎 或者其他 他們已知那些細菌引起的肺炎 那當時他們裝初呢 就叫它做非典型肺炎 這樣解的而已 那後來當然知道 是沙士病毒啦 是一種冠狀病毒 那這個後話啦 那些人已經是非典非典 這樣叫到現在啦 那叫到一個地步呢 就煩到那些華人 一想起非典 就以為是2003年 那種冠狀病毒 那其實醫學上不是這樣分的 就是任何不是最典型的 那些細菌性感染的肺炎呢 那無論你是病毒也好 那支元體也好 那退五關人症啊 或者甚至是 那些動物傳染給你的肺炎呢 那全部都歸類入非典這樣 那所以如果你想嚇人 不要去日本的話 那你可以嚇他 日本有非典啊 那他就不敢去啦 不過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來的 那他又擔心的話 那你就跟他分享這條片 讓他知道呢 就不用擔心就OK啦 那好 今天這條號外的影片呢 就講到這裡啦 也希望大家呢 就繼續支持我youtube的頻道 那頻道的訂閱人數呢 都已經逼近40萬的了 那也都歡迎大家 加入我的patreon會員 那上面呢 有很多很有用的醫學影片 那大家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patreon上面 詳細地討論的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